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都是你本钱在这个红尘中 对不对 如果只会一样 能打天下吗 不能 你会有很多样 那可能吧 那真的是如此吧 你看 实验下去就知道 所以我问你啊 耕耘重不重要 重要 记得 一直耕耘 一直耕耘 一直耕耘的时候 你在农田耕耘 没有去采收 也许 也许 在那边就 浪费了 但是在你身上 一直做耕耘 我跟你讲 天地会把那些要采收的东西 就一直 挂在你的后面 或者是你的马车上面 把你降起来 让你平步清云 就这么回事 所以你没有那种感觉的时候 我跟你讲 你会一点错 真的吗 你真的有这种经验的时候 你会觉得真的是这样 有种感觉很举手 都有啊 是不是 真的 太好了 这样不错 这样手举得很直 哎 我先跟你讲 生活达人难不难 不难 不难 但是呢 你如果没有一个志向 基本盘要至少成一个生活达人 对不对 基本盘 但你没有这个基本盘 我跟你讲 什么都 什么也 人家讲什么 你都 都觉得好像跟不上 在讲什么都不属于你 当然啊 什么都 你都没份 好事怎么会有你呢 就不会有 但什么事你都可以很快的 就进展 对不对 你就会发现 也没什么呢 世界上有什么事情呢 当然你去研究就不能 哎 前两天 前两天 我女儿在问我数学 我说爸爸不是盖的啊 奠基毕业的啊 这是这个数学 结果 他就把那个东西一拿 就一看 很久没摸了 你知道吗 这东西就是这样子啊 你很久没摸的时候 因为数学有些是要有那个定义的嘛 是不是 刚刚才吹牛吹这么大声 这会儿还不能漏气 你知道 然后我就跟他说 嗯 给我两批 我看看怎么回事 看着看着看着 哎 我说 这应该是这样做 这样做这样做 但是呢 他刚刚跟我讲的那一题呢 他讲的那个特殊的名词 我不是很确定 我就立刻在那个时间里面 举一反三 去唤起我曾经的记忆 然后就准备好了 你知道 准备好了的时候就跟他说 这题太容易了 我做 是不是 立刻 就做出来 就看到他一种崇拜的眼光 然后跟他讲说 这题不用拍手 不用拍手 哈哈哈哈 我不是讲这个要你拍手 不是的啊 我只跟你讲说 你任何时间点上 你都可以活用嘛 是不是 我现在 你帮你 做得了吗 是不是 我说 是不是 那个人 我 是 我 是 我